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小胖哥 今天又来给大家分享视频了 如果有喜欢我的朋友 可以点一下左上角 有我的微 可以直接点找我聊天 有问题可以留言 我看到了都会回答你 今天还是聊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京东的问题 就是目前京东店铺 就除了特殊类幕人下 普通就只有车品的人下 其他的还不能下 特殊类幕都没什么问题 像食品、美妆、个户 还有那个盐液 这些都可以下 这些都是属于特殊类幕 宠物用品 这些是医疗用品 这些都是属于可以下的 不用邀请制 那像厨剂、佳剂、佳装 现在是属于邀请制了 邀请制是什么 就是像天猫一样 他给你入住 早上同意你入住 同意开通才可以 你首先要先做一份包装 就是类似于天猫 你要做一份品牌策划 品牌包装 你要有提供实体店照片 等等之类的 就是这个东西 如果你们实在想做的话 在淘宝上去找 他有专门策划这一块 一份资料也是几百块钱 就是邀请制了 前提就是什么 你的品牌不能有做过 无货源的历史 因为现在招商他会去查你的品牌 看有没有做过无货源这一块了 那所有的这些内幕当中 就除了汽车 正常下 汽车就是还不算邀请制 然后特殊资制了 这些都可以正常下 这些你随便怎么下都好下店 只要你有资料 那有些资料办也简单 你像那个食品的这种办也比较简单 个部医疗这种比较难一点 然后像宠物的 他只要一些特殊的 一些资制就都可以去做 都可以去做 这是关于这两天 我们下店遇到的一些问题 那如果你是邀请制了 就去做那个淘宝上找人 做那个就可以了 好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聊一下 就是我们做无货源的朋友 很多做无货源的朋友呢 说白了是什么 我们不推广不刷单 不干嘛了 什么都不干 那很多朋友就不珍惜客户 不珍惜客户 就不懂得维护客户 今天小胖哥就跟你们聊一下就是 要怎么样去维护客户这一块 就是无货源一年比一年难做 对吧 那如果说成交的客户 你每个客户都给他加到微信里面去 对不对 日积业累 对吧 相信积累的力量 那如果你微信里面 有几千个客户 对吧 那你肯定是 店铺被关了 你也不用愁对吧 也不用说为了开店去愁啊 为了什么去愁对不对 那么怎么样把微信 把用户压到微信里面呢 可以通过第一设定自动回复 好 自动回复 直接让他直接加微 用凑别字就行了 或者说下单之后 你可以给他发短信 也可以给他送小礼品 也给他打电话 我天天都收到这些短信 现在很多人一下单 马上就 自动回复马上就过来了 你加微 可以第一时间 就可以得到售后 然后 你加微第一时间就有送什么礼品 或者说少几块钱 你通过这几种方法 虽然说是一些小方法 把客户加到微信里面去 那长期积累下来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办法 因为我们做无货源 始终是 依附在平台里面去生活 对吧 去跟着平台去走 平台每一年的 平台只要有一个 稍微的风吹草动 吓得半死 担心扣分 担心罚款 担心主图 担心那个 什么 担心各种是不是 那如果说 你把所有的客户 引导到你自己的微信 先不说 准备个五个十个微信 你把它加满了 好 你每年 就通过这些微信 去维护老客户 把它做好 一年照样赚个几十万 不成问题 对吧 你平时 就通过客户 对不对 你就 你比如说你是 客户是做厨际了 做汽车了 打个比方做车品了 每天你就找找一些车品了 对不对 然后时不时的 跟客户互动一下 搞个什么 签到小红包 然后朋友签 时不时的 就是每天发几道朋友签 让别人知道说 我是做汽车用品的 对不对 下次有汽车用品 你可以直接找到下单 更优惠 不用走平台 不用走京东 不用走淘宝 这些都已经是非常非常老的一些套路了 就是说希望大家能用起来 对吧 我为什么说今天又要强调一次呢 你因为每一年的平台规则 对吧 搞的是惊心动魄 搞得大家非常那个 所以说你只要把维护老客户这一块 加到微信里面去做好 你一样可以做得很牛逼 吴霍元一样可以做很牛逼 就我知道了 我有一些朋友加到微信里面 经常都会出几万块钱的大单 现在人与人的信任都已经拉近了 不像以前 对吧 而且现在你说也没有那么多骗子 也不会说 你不要说担心别人会把你当骗子什么的 人与人的信任已经是有了 不会说像以前网购不成熟的时代 对吧 所以说维护老客户这一块 大家一定要尝试的去做一下 这个东西一定是非常可以做的 一定是非常可以做的 不管你做什么平台的吴霍元 赶紧动起来 把客户攒到你自己手里面 这个才是王道 好了 其他的没什么了 第一个是下店 第二个就是聊聊维护老客户这一块 如果有喜欢我朋友的 可以加一下我微信 走上讲有我微信 你可以随机打赏 打赏不管打赏多少 我都送你淘宝无货源叫成一份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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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